Hello 大家好 我是Coco 欢迎回到我们夫妻看房的这个粉丝片 今天邀请到了一位粉丝 大家好 我叫飞飞 我是这个频道的粉丝 然后今天很荣幸加入这个看房 然后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好的好的 飞飞是杭州人 跟我也是这个算是老乡 浙江的 我是宁波上海人嘛 我就突然就去了上海 你是杭州 对 对那你 而且来了美国也挺久了是不是 刚才是说差不多 也是七八年 七八年 对 而且飞飞刚刚考到了这个执照 这个这个这个 马上也要成为一个新的这个地产人 我正在recruit她 挖她进来我们的团队 所以如果今天除了是个粉丝看房 有可能也是我的团员介绍 好了 我今天给大家看的是 新港这个Crystal Cove里边的一个上车房 就是说Crystal Cove最便宜的 就是这个650万 就是这是这一张门票 你要进这个水晶宫啊 大名别名的水晶宫这个社区 入场券650万 是不是有一点 有点期待 有点期待 我以为 我以为你要说 难道650万就是这样像一个连牌一样的走进来 刚刚先进去看了一下 有一点点小失望 有一点点小失望 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水晶宫的入门级的房子了 没有办法 它这个房价 这个海景房 它这个资源 一路飙升 基本上像这种一线海景啊 我们的镜头可以看一下 像这种一线海景 基本上已经卖到2000美金一尺了 对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进门它全屋很白 刷完刷过一遍 那这个是常规他们卖房子的这个操作 然后你最想看哪个区域 就是阳台 就是阳台 海景 好 那它这个有点好 它的这个餐厅直接通往这个阳台 我们先看最主要的阳台吧 像这种一线海景 对你有吸引力吗 本来是有的 但是好像真实到这里以后发现有一点 太近 对有点太近 然后有一点小吵吧 因为它第一排 它下面就是它的New Pool Coast的这个Shopping Mall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一号公路 所以一号公路是比较繁忙一点的 最近LA的天气有点阴天了 有点阴天 好像这个海没有那么浪漫那么好看 看 但其实天气正常好的时候 它是很 但是这个可能是很多粉丝会有的一样的想法 就是说 哎呀视频里看就是海景海景多棒 真的来到现场就觉得 其实海景也不需要那么近 但是说稍微可能远眺一点 可能是你们更想要的是不是 比如说再往后面起拍 有层次一点还有高度 高度一点 就像有山景 海港景 那是这位我们飞飞的想法 嗯 那我们再进来看看它的厅 这个厅有什么槽点吗 你觉得 哈哈哈 还是你觉得还蛮 因为它至少是对着海这边的 是不是 嗯 还行吗 如果我一定要说它的槽点的话 有可能我会把这个墙这样子再打打一些 就是开放 开放一点 对 那飞飞平时她很喜欢看房 她说她陪她妈妈喜欢看房 就是在不买房的时候 她都喜欢周末出来看看房 是不是 看房 然后看你的视频 看我的视频 好我们跟着她 这边除了刚才那个客厅 这里还有一个客厅 这个是 嗯 Newport这边哈 很多就是跟Eurvan的区别 就是说它客厅有好几个 就是老一老一些年代的房子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会客厅 一个家庭厅 这样子 然后我们飞飞转过去的地方就是厨房 不用紧张 你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 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她 她已经挂了一段时间是不是 对 挂了一段时间 还有生活的气息 对 她人住在里边 所以小朋友的 包括也可以看到她有狗狗的这个居住痕迹 对 然后家具 家具我估计她是有一部分是staging的 有一部分 餐桌很漂亮 对 其实这个餐桌暮色的还挺好看的 但是你可以感受一下 她的这个翻新 嗯 啊 你觉得呢 像你们 哎 橱柜是新的 我刚才还想吐槽 她只是不是只是刷了一下漆 但是一打开来 你可以很明确的发现 它是 橱柜加台面一起翻新的 全新的 对 主个球房比较新的 主个球房应该是整体翻新的 像你们会喜欢这样纯白系列的 嗯 都喜欢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白色现在比较流行 嗯 小心 但是呃 原来那种圆木色 其实我也可以接受 也能接受 我接受度比较高 接受度比较高 像这种比较流行的这种白色台面啊 现在我很多客人来了就说哎呀就换成这样的 嗯 就还是你们也觉得OK 对 这个应该是大家都比较喜欢 大家都比较喜欢的 对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在频道里拍这个房子 那个房子 嗯 我们好像自说自话 就觉得哇我们好喜欢 还怎么样 我都不知道到底这个观众朋友粉丝看到 哎 也是喜欢的 可以可以可以 但太好 你刚才说就是这接受程度最高 最高的 它是不是很特别 但当然没有很特别 对 但是 很少人会说我很讨厌 对对对 但确实也是这种就是拍出来好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以后你能加入我的团队 哈哈哈 你们做这个卖房子的时候 staging的时候 我就会教你们就是正常让那些屋主把房子 就是如果你进去它是很黑的很黄的 你一定要劝他刷刷白 因为这是大家能够接受的那个 对 包括柜子有很多我们卖的那个房子 它柜子都是那种土黄色嘛 就是说我们都会说为了让大众能接受度高一点 就刷一下 OK 我们看完了一层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房间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书房 对 进门那边有个书房 可以大家露一眼就是在这边 进门这里 啊 会有一个书房的位置 好 那我们去楼下看一下 哎 你喜不喜欢那种 可能估计都没有什么人很习惯啊 就是这种 一般在加州都是房间要往上走 对 我一开始有没有想到是这样 我很吓的 可是因为它地势的关系 啊地势 它这个就是属于水晶宫里边 嗯 比较比较比较这个紧凑型的户型 然后它确实有一个大的缺点 就是说它不是说一层的公共区域再往上走一个二楼 它是往下 很多这边背山望海的房子都是这样 因为它要有两层 嗯 然后它又为了和后 不让出后面一种的风景 嗯 所以它必须是往下走 对对对对 或者两层同时在马路平面上 嗯 那这样子呢 反正就是说主卧也是有它的一个海景 有一个景观在这边 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还是有一点噪音哈 对 哈哈哈哈 看图上就是没有实地 看了以后有一点 嗯 没关系 反正我们真实的粉丝看房 这样的话 没关系的 因为我跟季超平时拍也是这样 季超是那个我视频里的这个吐槽大户了已经是 哈哈 然后男生女生两个卫生 两个那个衣帽间 然后他还没打什么柜子 然后我们看 哎 其实这里能看到他原本的这个台面 你看 其实这种你能接受吗 我喜欢这种 啊 你喜欢这种 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它外面的那种风格也是蛮搭配的 哦 有道理 就是其实你喜欢就是外墙和里边都有一点 哎 你看其实粉丝也有就是就是其实这种是你喜欢的 就是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的 最喜欢的可以接受 嗯 我们也有粉丝哈 专门找我们买房的时候 他不愿意去敲掉这些 他就他就他真的他也是很喜欢 还有一些粉丝喜欢那种英式的 就那种红砖的 因为这个不属于英式嘛 对吧 这个属于另外一种 嗯 包括这个你能接受的吗 像这种洗澡要好像进一个山洞 哈哈哈 而且这个有点不一样 超哥 这套这个洗这个洗澡是个挑空的 哦 哈哈哈 很好啊 你现在很多山洞就太开心了 就有跟你很大的空间 哈哈哈 正常 你看我们飞飞啊 就出于还是喜欢背对的镜头 哈哈哈 有一个 转过来不用担心 不用不用害怕 我们再去 扣扣意见美人 哈哈哈 我会的 我一定会美 对 你放心 然后我们再去另外两个小卧室看一下啊 做agent后面呢 第一步就是不能害羞 嗯 啊 做agent的第一步后面就是完全不能害羞 然后要直面镜头 然后说话的时候 你看我都是倒退 然后你 可以可以 但没关系 对 今天是你是属于粉丝 对 之后再一次出场 培训结束以后 你是属于我的一个agent出场了 不一样啊 好 前后对比的不是房子 前后对比的是一个新人agent 可以对比一下 嗯 好 那这个是一个小房间 他一看是有小baby在 哎 他这个小房间直接对着他的阳台哎 你看一下 啊后院 对对对 我说错了 这个是对着他的后院 那这个后院确实 超哥要吐槽了 650万美金 哈哈 这个永远都是位置嘛 location嘛 对对对 你要有他绝对的海景 又想在最好的社区 嗯 那你就花钱嘛 嗯 既然预算只能在这个价位 那你就觉得他的状态 但确实650万花了 买一个这样的院子哈 那真的会有的 有些人 还是愿意哈 有室内那么大 但他希望说这个房子够精致 也在绝对高档社区里面 可以吧 确实两个需求不一样 我只是个人花不下去这个手 我只是想要说一下 对 不要人太多了 哈哈哈 我在 只有比如说两个山口之家 两个人就没有了 只有两个人 我这 只有我和你是不是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房间 他地板倒是铺了新的 你看到吗 地板全部铺了新的 然后这边还有间卫生间 所以他至少都是套房 是吧 全部都是套房 OK 嗯 这样每一个都是套房 然后 嗯 怎么讲呢 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度假屋 你又对水晶宫有自己的一个情怀 对吧 你很想要住到水晶宫来 因为水晶宫下面像楼上的房子 下次有机会我带你看 两千多万美金 四千多万美金 那跟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像庄园一样的 甚至有种可能就是你 比如说你们这个年龄的人 可能是有三个小朋友 很大一个家庭 那你的父母想来 父母想和你们住在一幢房子里 就是他们单独会买 可能住在同社区买了这套房子 对 他们这种都有 那这种他就是 有人 有一些客户有这个度假屋的需求 就是出门的时候 他不希望院子很大要打理嘛 因为他经常飞来飞去 所以类似于这条街的房子 虽然我们觉得 哎呀六百多万 我可以在额外买个 怎么样怎么样好的 或者说在Turtle Ridge啊 我们买那个地方买一个更好的 但是他还是有这个水晶宫的 这个点去吸引他们 那看完以后你觉得怎么样呢 都是我在说 我觉得10分的话8分吧还是 这房子还能打8分 哇塞真是太不错了 但是价格的话应该要再调一下 啊价格调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是你觉得认为合适的价格 嗯 他现在是多少 650万 3889尺四房 4.5玉 哈哈哈 我可以说吗 你说啊 说啊 至少在减一个零头 啊就是600你觉得是还OK 原来好像也是再贵30万 对原来690 对 嗯 所以你觉得差不多600或500多一点 就是他在水晶宫一线海景 你觉得还OK 嗯 好那你们觉得呢 像类似这种房子多少钱 评论区留言 那我们下一期粉丝看房见了 嗯 拜拜 哈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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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